第19題我們可以知道酸鹼中和反應是一個 首先呢我們老師上課講過的酸鹼中和並不是氧化還原反應所以呢 不會是氧化反應也不是還原反應 同時呢 它是一個吸起來放熱我們沒有辦法從前面寫的數當中知道因為它就是一個X度C跟Y度C沒有數字 必須要記住老師上課教過的就是酸鹼中和是一個放熱反應 所以第19題問我們說我們可以知道酸鹼中和反應是一個答案選的是A放熱反應